较扣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两针的加针 穿入对应位置 勾两针短针 这里勾扣可以取下 可以看到这里间隔一针进行了一次加针 也就是隔一加一 后面到了搅工区 仍然勾支不加不减的针法 搅工区的针数是起针数减二 我演示的是十针的鞋底 则搅工区就是八针 我们在搅工区分别勾三针短针 一 二 三 两针中长针 中长针的勾法是 绕线 穿入对应位置 将线勾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然后绕线 一次穿过这三个线圈 一针中长针就完成了 后面再勾一针中长针 后面再勾一针中长针 绕线 穿入 将线 将线勾出 绕线 一次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再勾一针中长针 往下继续勾三针长针 一 一 二 三 大家注意 不管起针多少 脚尖和脚跟 方法都一样 区别在于脚弓区的针数不同 中间的脚弓区需要将短针 中长针 长针 这三种针法大概平均分布一下就可以 比如这个15针的斜底 脚弓区为13针 则按照 5针长针 4针中长针 4针短针 的分布 以此类推 其他尺寸平均分布即可 我们继续勾置小尺码斜底 勾完了脚弓区 往下继续勾脚尖部分 就要扣的这一针 勾置长针两针的加针 在里面勾两针长针 1 2 就要扣移到第一针上 下一针位置勾一针长针 向灵针目 继续勾一个长针两针的加针 后面一针长针 后面一针长针 一针长针 加一的规律 只不过是长针的隔一加一 往下再勾一次加针 后面一针长针 因为脚尖部分 上一圈的针数是14针 如果按照隔一加一的规律 两边会不对称 为了保持两边的对称性 我们在针法上做一些小的改动 分别挑相邻的两个针目 一对应勾支长针两针的加针 塔排针 连接受导温棉 右边的针幅 适量的针幅 银行路 用二针幅 加温棉 铅 铅 再加一勾腻 用铅 融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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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后面三针短针 注意 勾织其他尺码时 三种针法的勾织数量 与另一边相同即可 剩下的脚跟部分 我们按照短针 隔一加一的规律勾 先勾织短针两针的加针 再勾一针短针 这里教扣可以取下 往下重复 教掌 两个针目,为了脚跟两侧的对称性,这里换成一针短针,后面一个短针两针的夹针。 可以看到,这里是两个相邻的不加不减的短针,最后在交扣的位置引拔结束。 引拔针拉紧。 整个鞋底都是对称的,沿着起针这条线,对折。 两边重叠。 鞋底的编织到这里就完成了。 脚尖处的交扣,暂时保留。 起立针位置的交扣也保留。 由于鞋帮也是用这个颜色,这里不断线。 新手在勾织鞋底的时候,由于手的松紧不一,勾出来的鞋底会出现大小的偏差,基本多勾几次就能掌握好尺度了。 完成了鞋底,接下来勾织鞋斑部分。 这里,脚尖和脚跟部分都有剪针,形成鞋头和鞋跟的弧度。 并且大小码编织方法都一样,只是最大码多了一圈短针。 除了之前用到的针法,这里还用到了短针的条纹针,短针条纹针减针,短针减针,长针减针。 请看文演示。 先勾织鞋斑第一圈,为短针条纹针的针法。 条纹针的针法为条针目的半边勾织。 将鞋底正面对着自己,也就是有较短针的这一面。 接着鞋底的线头,立针锁针做起立针。 同一个位置勾一个短针的条纹针。 调起较扣上的辫子。 外侧半针。 这样一根线。 绕线将线勾出。 正常勾短针。 这就是短针的条纹针。 在这一针上做好标记。 往下继续调相邻位置,勾一针短针的条纹针。 调起针目的外侧半针。 正常勾短针。 后面分别条针目的外侧半针。 一对应勾之,一直勾到 第一个短针的前三针位置。 也就是剩余这三针不勾。 注意,勾的过程中遇到脚尖部分的记号扣位置。 勾完记号扣的一针后,将记号扣移到上方。 对应的一针上。 方便后面斜头部分的勾之。 勾完倒数第四针,往下勾一个短针条纹针的减针。 这里的减针是两针并一针。 穿入相邻针目的外侧半针。 勾一个短针位完成针。 绕线,将线勾出。 下一个针目位置,继续调外侧半针。 勾一个短针位完成针。 绕线,将线勾出。 这时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绕线,一次穿过。 短针条纹针的减针就完成了。 最后剩余一个针目。 勾置一个短针的条纹针。 然后在较扣位置引拔。 这里调整个针目引拔。 并拉紧引拔针。 这一圈,在脚跟位置剪了一针。 边缘有这样一条一条的线。 斜斑第一圈就完成了。 往下一圈,大小码略有不同。 最大码需要勾置一圈短针, 也就是鞋底起针15到16针的尺码。 如果起针数在16针以上, 也需要勾置这一圈短针。 15针以内的小尺码不需要勾置。 这里我演示一下最大码不加不减的短针勾法。 其他小尺码可以跳过这个部分, 继续学习后面的编织。 将鞋底正面对着自己。 接着之前的线头。 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 同一个洞眼勾一针短针。 这里挑针目勾置。 在这一针上做好标记。 往下挑相邻针目, 一针针针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直勾到最后三针位置, 也就是剩余三针不勾。 同样, 勾的过程中遇到基奥扣位置。 勾完对应一针后, 把基奥扣移到上方一针上。 勾完倒数第四针, 往下勾一个短针减针。 先分别穿入两个短针针目, 对应勾置短针未完成针。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穿过。 短针减针就完成了。 后面继续一针短针。 最后在俏扣位置, 调针目引拔。 并拉紧。 这一圈脚跟位置同样剪了一针。 这是最大马斜斑的第二圈。 往下勾置小尺码的第二圈, 同时是大尺码的第三圈。 从这一圈开始, 后面大小马方法都一样。 我继续以小尺码为例, 做演示。 鞋底正面对着自己, 接着之前的线头。 先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 同一个动眼勾一针短针。 在这一针上做好标记。 往后短针的起针方法都一样, 后面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接着调针目。 不加不减勾短针。 一直到鞋头, 基奥扣的前一针位置。 如果鞋头这里忘了扣基奥扣, 可以找到脚尖第三圈。 边缘的长针夹针位置, 从右侧这一针往上延伸。 找到上方对应的一针, 扣上基奥扣。 另一侧也是同样的方法。 找到边缘的长针夹针。 从左侧这一针往上延伸。 在对应的一针上做好标记。 继续往下勾短针。 勾完了基奥扣的前一针, 往下勾之鞋头部分。 先不加不减勾两针中长针。 记号扣移到第一针上。 后面不加不减勾两针长针。 往下勾之长针减针。 方法与短针减针相似。 先穿入相邻针墓。 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 绕线,将线勾出。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剩余两个线圈。 这个就是长针未完成针。 往下再勾一个长针未完成针。 绕线。 穿入,将线勾出。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这时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一次穿过。 一个长针剪针就完成了。 往下继续不加不减勾两针长针。 后面一个长针剪针。 分别挑起对应的两个针目。 勾置长针未完成针。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最后绕线一次穿过。 这里隔两针进行了一次减针。 相当于隔二减一。 往下按照这个规律再勾两次。 Está辖会! 为什么的以上针你没有... 懒geb四次。 dz snake闹上,哪些线, almonds,肪针 Dr grupo。 要自己共同为 Few talk。 次材3rs4胡椒4胡椒2可撫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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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